在宁夏银川市交警支队,有一支非常帅气的执法团队,飓风行动队,他们每天骑着警用摩托车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,为城市交通安全保驾护航。 张爽是飓风行动队中唯一的女队员,2015年毕业于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的她,彼时只想成为一名刑警,用她的话来说,破获案件,收获掌声,这才是自己想要的。 自己想一下就是穿着警服,然后破获了一个案子之后,身边的人那种崇拜的目光,警生无憾。 但警察就是一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班,刚毕业的张爽被分配到银川市交警支队金分区一大队,主要负责内勤工作。 工作后,张爽认真负责,刻苦努力,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比武竞赛,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 2019年,飓风行动队希望招入一名女队员,对张爽来说,这也是一个机会。 当时得知这个飓风行动队没有女队员,我如果加入的话会成为第一名女队员,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挑战性,而且我本身也比较向往外勤的工作,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。 原本想象着自己能够骑上警用摩托,又洒又美地出街,但张爽来到飓风行动队后,才明白为什么这里没有一个女队员。 500多斤的警用摩托车对于她来说太过沉重。 来到这儿的第一个挑战就是,车原地倒车没有其他人帮助的话,靠我自己一个人扶不起来。 那个时候的话感受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无能,埋怨自己就是不自量力,因为大家都能扶起来。 为了能扶起摩托车,完成基本的训练,成为聚分行动队的队员,张爽跟自己较上了劲,健身房和训练场成了她的热门打卡地。 大概半个月的情况下吧,然后在不需要其他人帮助的情况下,我自己终于能把这个摩托车扶起来了。 然后那一刻就是心里堂的那个满足感,就是不知道怎么行,就是很开心。 觉得终于能融入这个集体的第一步,不是去托大家的后腿。 从那以后,张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,完成了数十项仅用摩托车驾驶技能的训练,终于成为了飓风行动队的正式队员。 经过大量的训练,我跟这个摩托车之间,从最开始的彼此都很陌生,到后面磨合的逐渐成为伙伴, 然后可以很好的在路上去驾驶它,巡逻,出任务。 这个对我来说,是我从井七年生涯中,也算是很高光的一笔。 如今,张爽已经成为飓风行动队的老队员了,他也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理想,成为大街上又洒又美的风景线。 现在,我骑着这个500多斤的这个仅用摩托车,在路面的时候,经常能收获一些很羡慕的目光。 也有一些朋友在路上,如果遇到我们就是巡逻的时候,会给我发微信说,太帅了。 感谢观看